过去就过去 不管它啦 再怎么遗迟 再怎么弥媚都没关系 只要现在把自信的波罗启发 就可以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医生过去就好了 不要去想它 不要有过去心 不要去想它 然后也不要有未来心 未来心你一直策划策划 赶不上变化 变化快 你策划得太慢了 那我们说把握现在 现在把握不住 为什么 我们说现在已经过去了 现在过去了 现在过去了 你抓得住吗 抓不住了 所以不要有三心 就没有四相 没有三心四相 我们就已经把不生不妹的佛性本体 呈现出来 这样了解吗 就最怕我们这个佛在构气 尤其年岁越大 那个构气的心越浓厚 所以你见到它 它给你讲的话 就好像那个倒带 你一直听 你下次再来听 它也讲出一些 你再下下出来听 它也讲出一些 都一样的 所以它活在构气 没有办法去承担自己不生不妹的真心佛性 所以我们在自己能够有主宰的时候 赶快修 使自己的佛性能够自己主张 付给它钱并 各位的佛性现在有钱并了没有 那没有办法去承担他 都还在感官的手头 对不对 在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身体 意念 都六根在当家 对不对 对不对 还对啊 还对啊 要佛性出来当家 不要给感官当家 感官当家 他有喜欢讨厌 就有取舍 有取舍就造业 不好 我们要给佛性当家 请不吝点赞